台中骑士自摔才起身 惨骚三车连撞托行毕命 第二车还赵逃 台中市文心路三段 1月11清晨6点多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从事保存工作的30岁王男 骑车要去西团区上班 行经文心路三段与麻园西街口时 疑似看到前方停靠公车起步往左切出 紧急刹车加上疑似天羽路滑自摔 2分08秒内连遭三车撞上不幸惨死 到后方的机车追撞之后 然后他人就打在中间的车道 后续就遭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碰撞到 后来才遭白色的自小客车碾压过去 王男6点14分02秒自摔 才起身要减实物品准备扶起机车时 6点14分23秒 就遭56岁黄胜机车骑士撞倒 王男整个人倒向中间车道 爬来不及爬起来 6点14分47秒又被无限驾驶自小客车撞上 无限驾驶超市后逃逸 6点16分10秒 再遭76C赖宁的白色照车碾压过 王男卡在车底被拖行数公尺 王男被救出时已无生命真相 送医后被宣告不治 而照射三人徐一浩均以导案说明 三位已经突气时检测均没有很久的一个情形 黄性机车骑士公称 因视线不佳 看不清楚前面有人倒地 闪避不及撞上 赵涛的无心教师表示 因天色昏暗 没注意到机车与倒地的王男 直到毕竟时才干净闪避 病状后有停下来 但以为自己撞到的是机车 觉得没有自己的事就离开了 而将王男拖行的赖女说 看到时已经来不及反应 撞上去后再赶紧刹车 究竟是无心驾驶还是赖女的撞击 导致王男丧命 警方还要再厘清 但包括第一个撞到王男的黄性骑士 三人都得负起肇事责任 动物新闻台中报导